请高部长 赵伟好 部长好 我想我今天排这个提升整体军事教育的议程 主要是期待说我们整个军力 我们所有官兵素质的提升 其实教育是一个很重要的基础 那我们如果各军事学校的教育品质 本身有很强的竞争力 我相信也能够吸引更多的年轻人 来投入跟认同军旅的训练 以及作为终身置业的选项 所以我们整体的教育资源的投入 以及我们整个目前军校教育的 整体的效能的提升 变成是一个相当关键的问题 也涉及到整个募兵成败 也涉及到我们是不是整个军队 在未来人力缩减走精英式的规模 缩减之后的整体的战力 我想我们期待的学校 不只是做体能的训练 我们要训练有脑袋的 有判断能力 熟悉我们整体的国际情势 以及战略情境的我们的年轻人 所以我们在首先就整个资源的投入的部分 在我在观察我们目前 我们国防部所属的这些军事学校 在平均每个学生 他所投入的平均的资源上面 其实刚刚我们仁次市的市长在说明 说其实落差并没有很大 跟其他的国立大学并没有很大 甚至是像国防医学院的平均资源 还比其他的国立大学还要高 所以我想这个不是只有预算的问题 那可能还有这个整个教育的内容 品质等等 我们应该是有一些 可以检讨跟改进的空间 但是也不是每一个学校资源都足够 我们有一些是有满足到 也符合一般平均 其他国立大学的 这个整个平均的资源 但是也有一些学校 例如说我们的海军官校 我们的陆军所属的专校 航技学院等 他平均在每一个学生上面的资源 是比其他还要少 而且少了很多 那我们这些学校其实规模也都不大 如果是在一个平均两三百个人的 一个学校的规模 在大学的层级上 大学的层次上面 其实要有一定程度的竞争力 还是相当困难的 为什么我们希望他的教育是全面性的 我们看美国西点军校 这个是全世界最顶尖的学校 他很着重他的社会科学 那新加坡的军人 他能够做到军官 他是非常全面的 他连经济 工程 甚至是理化 他也是相当全面整体的这个教育 来做基础 那像以色列他的军队 现在非常重视网狱安全的问题 他对每一个 即便他不是在这个网路安全资讯管理 相当专门的 但是每一个人都有受到最基本的教育 那如果说我们这些官校的规模 整体来讲都不大 一两百个 两三百个人这样的规模 你要有充足的师资 你还要有行政人员 你要每一个科系都有相当多元的 专业的这些教师在里面 其实整体的成本是非常高的 所以我要先请教就是说 从资源的挹注的效能提升的角度来讲 是不是可以考虑来做一些学校资源的整合 整病的这样的一个可能性的评估 跟委员报告 我们以前多次 好几次有谈到三军队校整病的问题 也做了很多的评估的报告 这里面有很多的因素 这个探讨到 就是说你要把它整合在一起 你为了是省预算 最后可能相对的来讲 未必会达成这个 或可能说你整病完了以后 那个过程中 花更多的钱 这个我们都做过评估了 不过我想这个不是只有省预算 跟省钱的问题 是他教育品质的问题 今天如果一个学校 只有几百个人的规模 你说我们要支撑 我们能够支撑多少个教授 多少个老师 多少个研究计划 事实上如果他规模不足的话 我们能够支撑的这个多样性 多元性 而且更完整的这个教育 其实是很有限的 那如果照这样下去 其实我们培育出来的 我们花一样的预算规模 甚至是跟其他的这些国立大学相当 但是我们能够提供给他的师资 其实师资跟科系各种不同教育 内涵的选项 其实是比其他国立大学还要少很多 为什么我们一样的老师 我们要分散在好几个学校里面 那对学生来讲 他的选项 跟他的整个教育的多样化 多元性跟基础教育的这个训练 其实也是受到很大的限制 那如果说预算在初期 是因为校舍的整病跟重新的调整 是有一点花费 但是长期来讲 他有整体的这个整病后的 整体的教育素质共同的提升 其实我觉得还是应该 不要去排斥这样的一个可能性 那也希望我们能够用更积极的态度 来 而且我觉得我们其实 在整个军力规模重新做调整之后 我们各军种的本位的态度 其实也是要做一些相关的调整 我们现在很强调整个三军联合作战 我们强调资源的整合 我们强调这个 从博胜案到我们现在 整个三军联合作战的效能的提升 其实如果说在整个教育的阶段 我知道很多的官校 大家有很深的情感 也有他的历史意义 有他的这个长期的这个认同感 但是如果做一定程度的整合 其实也有助于各军种之间的 早期就开始相互的交流 而不是在单一的这个体系里面 其实有一些训练跟科系是共同性的 所以我希望说这个部分 我们还是能够有所考量 那另外我要请教 在你们的报告里面提到说 希望教育部能够以固定比例经费 相关的研究 那这个研究到底是能不能够更具体化 那我们的期待是什么 好 我请任市长给您报告 委员好 报告委员这一部分 我们是特别向委员报告 就是说我们为了让整个军事教育 更加多元化跟专业化 所以说我们规划要成立 就是在国防大学这一部分 成立一个解放军的研究中心 在海军官校成立一个海军船舰的研究中心 在空军航技学院成立一个空军航空研究中心 那我们希望借由这三个计划 如果说能够从我们希望协调教育部 那针对这三个研究中心 能够各补助我们五千万元 大概是一五千万元左右 那这个你们跟教育部提过吗 可是我们现在在 我们还在跟教育部在积极协商 我们也希望教育部能提供这个资源 不过我们会持续努力 不过这个资源还是回到我刚刚在询问的这个问题 你要在这些 例如说你要在这个 海军官校里面设这个特别的 这个船舰的研究中心 那可能你的人数事实上是不多 你包括学员的人数不多 那你的教育的这些人员 包括教授、教师这些人员 其实人数也不多 他有办法这么完整吗 有办法这么全面吗 那如果你不跟其他的一些民间的 什么海洋大学 其他的一些有相关这个 造船技术的这些教育 去做一定程度的整合的话 我们这个能量 足不足以达到我们要求的一个精英式的 足不足以达到一个 我们要国防自主的 这个研发科技人员的这个能量 事实上 例如说同样一个研究 这个工业技术 造船能量 他送到MIT去 他有几千个教授 几千个科学家 在那边跟他一起研究 来提升他的素质 可是他可能到我们的官校里面 他只有三个老师 他所接触跟学习的这些专业 跟知识 甚至是相关的激励 其实都会受到很大的一个限制 当然我们用意良善 我们要有自主的能量 我们的人才的培育 可是当我们的资源有限的一个情形之下 或是照现有的这个规模去做 是不是能够达到我们预期的效能 我觉得这个都是疑问 这个都是疑问 我跟委员报告 刚刚讲的三个解放军研究中心 海军的造船研究中心 都现有这个单位了 只是他们 这边已经有一群专家 在做这些研究了 再配合官校 将来再有教育部的补助 他应该会做起来会更好 那你们可不可以 针对这几个中心 现在的人力规模 多少研究员 多少是教授 多少学生等 还有这个课程的相关的细节 就书面的资料 再提供给我们办公室 那另外目前你们各 这个所属的相关的这些学校 目前就国防医学院 有成功申请到教育部的 卓越计划经费 那我刚也提到 他整起的 平均在每一个学生上面 投资的资源 是算相对的高 那但是你其他的军校 几乎是没有 那是因为没有达到标准 还是你们没有提出计划 还是有什么样其他的限制 让你们没有办法争取到 这个跟其他 一般民间的这些大专院校 有同等竞争力的这些卓越计划经费呢 刚刚委员报告我们有申请 只是没有获得教育部 所以没有达到这个标准嘛 所以我想这个 这好其实资源都存在 我们要成为有竞争力的这个大学院校 那虽然它是有军事特色的 但是我们要吸引这个民间最优秀的年轻人来投入 其实我们的竞争力一定要能够展现的出来 那显然到目前是还没有达到这个标准 有的话我想这些卓越计划 我们都有资格申请 那没有申请到 一定是我们内部在整个资源的配置跟运用上面 产生了一些问题 那所以我想这个其实有很多改进的空间 其实也不是只有光是预算臆注的问题 我们自己资源的配置 教育的内涵跟素质 那刚提到这个解放军的研究中心 我相信也是台湾相对在国际上一个 相对有竞争力的一个强项 别的国家 我相信他们也都希望 纷纷的来跟我们做相关的合作 所以它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 国际交流的管道 但是它资源的配置 人力的运用 是不是能够达到符合 这个国际上对我们的一个要求 其实这些都是问题 那我是担心整体的这样子 一块一块的切 切出来 这个一个大饼化成很多小饼 在做资源的分配 反而会让我们没有办法 发挥整体的这个 教育资源的效能 所以我想这部分 还需要做整体的这个 精进的相关的检讨 是的 好 谢谢 谢谢 谢谢委员 谢谢小委员 谢谢小委员 谢谢小委员